明朝第一忠臣于谦被冤斩,锦衣卫抄家后直接落泪,太后得知谁米不尽,我们知道明朝在崇祯皇帝自义之际,便画上了历史的句号,这是大明王朝的至暗时刻,然而实际上,在距离这一事件的195年前,即正统十四年,1449年,大明曾面临过一次濒临覆灭的危机,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竟然落入敌方之手, 明王朝的命运得以幸存并延续,还得感谢一个人,他就是被后世誉为明朝第一忠臣的于谦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。 20万大军全军覆没,皇上被俘,紫禁城内的满朝文武,听到战报后,许多人当场崩溃,但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,大明王朝将何去何从呢? 大约在一个月前,明廷决定向北京的蒙古部落瓦剌发起进攻,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,明英宗朱祁镇选择御驾亲征,尽管不少大臣都劝谏英宗万不可冒险,奈何英宗年轻气盛,浩大喜功,执意要随军出征。 而要说起那王振,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第一位专权的宦官,北伐瓦剌士,在未完成水源勘察的情况下。 他居然就下令挖掘壕沟并驻起防御攻势,结果陷入了瓦剌维尔不打的战术,明军整整渴了三天。 接着,他又上了瓦剌甲义一和的当,最后掉进对方部下的埋伏,明军在这场土木宝之战中被打得节节败退,直至覆没,王振被护卫将军以诛杀反贼之名处死。 而大明皇帝明英宗朱祁镇也在混乱中被俘虏,就在京城那些大臣们惊慌失措,乱作一团的时候,一个高大的身影坚定地站了出来,无备当坚守阵地,誓死捍卫京师,绝不难度, 免重蹈宋父哲之悲剧。 说话的人是兵部左侍郎于谦,于谦这将杭州人从小就仰慕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担心赵汉清的文天祥,还将其画像置于屋内,文天祥的崇高品质深刻影响着于谦,在踏上仕途后,于谦始终将其作为楷模与榜样,力求发扬其一身正气的精神,就连他写的诗歌都与过聆听扬,有着异曲同工之妙, 粉身碎骨魂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,在担任河南和山西巡抚期间,于谦走遍了自己管辖的地区,深入了解民情,亲自考察各种亟待推行或改革的事务。 并多次上书汇报,这种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得到了百姓的高度认可,最能体现于谦品质的,是那则有名的成语两袖清风,在三阳贤臣,杨氏吉,杨荣,杨浦,香继离世之后,宦官王振掌权,王振不谨于准。 而且品行不端,比如,在北伐瓦剌的过程中,他竟然打算带着英宗和二十万明军回到自己的故乡,抑郁在乡亲父老面前炫耀一番,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,他在途中突然又改变了主意,原因是担心军队会采坏他在家乡的田产。 因此,像王振这种充满虚荣心且目光短浅的小人,就会极度排斥于谦这样的正直人士,除非对方主动向其送礼示好,事实上,也确实有人曾向于谦提议,说,如今朝堂之上,乃王振主宰,众人纷纷献上金银珍宝,以求与其交好。 于大人,你此次回京述职,何不携带一些特产献于王振,赠些人情。 于谦听后,甩了甩袖子,笑着说,我唯有双袖清风,故增清风。 于谦此时并未想到,袖子里的这两股清风,竟差点是自己丧命。 宦官王振后来见于谦未向自己献礼,果然心生恶意,随暗地直视手下,借故弹劾于谦,导致其被判以死刑。 此时轰动一时,幸得河南与山西两地的百姓闻讯后,纷纷出面为其求情,于谦方的获释。 尽管如此,他仍被降职并关押于山西,随后,山西与河南的民众及官员再度上书请愿,于谦才终于恢复巡抚之职,直至其父母离世。 他才离开山西,返回杭州料理丧市,正统是三年,1448年,于谦被召回京,任兵部左侍郎。 在大明王朝危难之际,于谦挺身而出,承担责任,这固然值得敬佩,但当时依然有人对他提出质疑和反对。 这些人主张南迁,他们借南迁之名,实则抑郁逃避困境,于谦凭借着他强大的气场。 义正词言的大声对他们斥责,并告诉他们,南迁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,这一招相当奏效,嘴中使得鸣庭的大臣们达成了共识,坚定了主战的信念。 事实上,于谦的这种气场与大嗓门,曾在以前的一段往事中,得到过上一任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赏识,那时,汉王朱高绪举兵谋判,朱瞻基亲自出征,特地带上了当时仅为御史的于谦, 原因无他,只是为了在朱高绪投降之后,让于谦声讨其罪行,于谦言辞严正,威风凛然,使得朱高绪称目无言,趴在地上站立不已。 史料中便有伏地站立的记载,声动描绘了当时的场景,如今回想起来,这段往事似乎也预示着于谦在面临国家危机时,将会成为捍卫大明江山的一面旗帜,英宗皇帝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。 在关键时刻,选择信任于谦,任命他为兵部尚书,算是将守卫京师的重任交给了他,于谦一不负所托,北京城在经过调兵运粮的精准调度之后, 一下子集结了二十万兵马,然而眼下仍有一个难题急待解决,英宗皇帝仍身陷瓦剌之手,这意味着瓦剌人大可凭借对英宗的挟持,逼迫明军打开北京的城门, 那么于谦等人的一切付出皆将功亏一会,于谦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,在他的请求下,孙太后同意改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玉为帝, 以安军心,于谦此举,表面看来符合情理,但其实在以前那个军权至上的时代,用力朱祁玉无疑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,或者说将来可能为此而背过。 但是,站在国家存亡的重大关头,对大明忠心耿耿的于谦,已然无暇顾及个人利益的得失了。 在战前会议上,作为统帅的于谦,与重将共商克敌之策,石亨将军提出了一种看似稳妥的防御战术, 主张依靠北京城高大的城墙,顽强死守,与瓦剌打消耗战,只要对方无法攻破城池,便可耗尽其粮草与战役, 使瓦剌无可奈何而去,在场的诸位武将听了石亨的观点,觉得赞无他法,纷纷表示赞同, 唯独于谦不以为然,在他看来,已当前之战局,严防死守并非上策。 于谦说,土木之战,瓦剌尽灭我大明二十万雄士,眼下正是他们成胜追击之良机, 倘若明军未赶出成迎战,瓦剌军将斗志昂扬,战力更得以充分展现, 解释我明军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,穷途末路也。 于谦记而言道,今已召集于二十万士族,燃接新兵已,未曾立战沙场,惊艳上见。 自土木之败后,重视心境更为脆弱,当下虽皆抱有保家卫国之志, 燃至临战之际,士气稳定与否,难以预料。 故,唯有出城迎敌,唤起将士奋力一搏之勇,方可成功护卫京士。 武将们一听于谦此等文人都赶出城决战,顿觉此时若在有人畏缩,实在是太过丢脸, 于是纷纷表示愿意出城决战。 如此一来,作战思想得到统一,为接下来的战斗奠定了基础。 接着,于谦开始部署具体职责,他将京城的九个门划分为九个作战区域, 每个门分配一位主将,在说明完八个门的布防安排之后, 还剩下正对瓦剌大营的德胜门,众人纷纷猜测, 这个重任将由经验丰富的石亨将军担当。 然而,于谦宣布的结果却令在场的所有人惊讶, 德胜门由我于谦亲自守卫。 大家没想到,于谦一介文人,不仅要亲自出战, 还要去守卫最危险且最重要的德胜门,此乃何等的勇气。 大家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,于谦已开始发布军令, 第一道军令,战鼓一响,诸将勇往直前, 无路可退,将领若临战退避。 士族当行诸禄之权,前锋若欲退缩, 后军须当斩之,樊存窃战, 为死之情者,悉受严刑,身份尊贵亦无荣情。 第二道军令,监军于锦衣卫巡查城内, 倘若逢不出成决战之将士,寓意窄衣,绝不姑息, 众人听完,对于谦不禁肃然起敬, 也为他们明白,眼前的这位白面书生, 正以他的勇敢与智慧,立挽大明江山与水火。 而等到北京保卫战真正开打时, 于谦的两个决定,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首先,他在京城郊区布下埋伏, 成功地引诱瓦剌军队上钩。 其次,他紧急重建了神机营, 这支火枪部队在土木宝之战中并未与瓦剌军队正面交锋, 因此瓦剌未曾见识到火冲和火枪的威力, 而这一次可就不一样了。 当然,那瓦剌人也不是吃素的, 他们的统帅也先意识到明军的主力部队部署在德胜门, 于是转而猛攻西之门, 好在西之门的明军将士拼死抵抗,守住了城门。 此时,石亨特训的骑兵突击队与于谦一同从后方夹击瓦剌, 也先见状, 无计可施, 只得撤军离去, 很多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, 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。 于谦为何仅凭一群新兵就能守住北京?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, 因为这些将士们的信念与力量都源于四个瓦礴大字, 保家卫国。 正是这份执着于国家安危和民族尊严的信仰, 让他们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显现出无尽的勇气与智慧, 共同捍卫着这座辉煌的都城。 瓦剌人心里清楚, 称霸中原的美梦已无法实现, 无奈之下指得释放英宗皇帝, 以此作为双方未来和平共处的条件。 当朱祁镇回归大明时, 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, 名义上存在着两位皇帝。 分别是朱祁镇和朱祁玉, 当初朱祁玉在极度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登上皇位,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就如同靖康之变中的宋亲宗赵桓, 只是一块挡箭牌罢了。 然而在成功保卫北京, 击退瓦剌军队后, 朱祁玉不再愿意将皇位让给朱祁镇了。 这也可以理解, 毕竟权力的诱惑是巨大的, 于是乎年仅24岁的朱祁镇竟成为了太上皇, 朱祁玉为了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, 还将哥哥软禁在南宫, 这一关就是整整七年, 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件事, 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。 朱祁玉不幸染上了严重的风寒, 卧床不起, 一些人见此情景, 打起了自己的算盘, 商量着拥立朱祁镇为帝, 如此一来, 自己便可成为朱祁镇重登皇位后的心腹大臣, 惊态八年, 1457年, 被囚禁在南宫的明英宗朱祁镇副位, 史称南宫复辟。 那几个所谓的心腹大臣, 在朱祁镇坐上龙椅之后, 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计划, 他们下令抓捕于谦和内阁首府王文, 声称二者试图暗中将外地的藩王扶上皇位, 论罪当处死罪, 这完全就是莫须有的罪名。 那么, 要扳倒于谦的这几位大臣都是谁呢? 一位名叫徐有珍, 以前京城危在旦夕时, 他主张南迁, 结果被于谦当堂怒斥其胆小如蜀, 徐有珍无地自容, 只好自己跑去南方生活了。 另一位是宦官王振的于党, 以前因贪污案也被于谦严惩过, 至于第三位, 则是石亨, 当初成功保卫北京后, 他是第二大功臣, 仅次于于谦, 两人的关系起初还算不错, 直到后来有一次, 石亨为了向于谦示好, 向朱祁玉举荐于谦的儿子, 但没想到竟被于谦在朝堂上当众呵斥, 称其是在逊私舞弊, 南宫复辟之前, 这三人就告诉朱祁镇, 此时朱祁玉还未病逝, 若此时复位, 则属名义上的谋反, 但倘若至于谦谋利外犯之罪, 朱祁镇便能够以平定于谦叛乱, 挽救大明为由, 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重登皇位, 似乎似乎以来, 英雄的结局多是悲剧, 天使元年, 1457年, 正月23日, 于谦被押往重闻门外, 被冤斩于这座他曾拼似宝卫的北京城内, 享年60岁, 后世将他与岳飞, 张皇岩并称西湖三姐, 据传在于谦受刑之日, 狂风肆虐, 天空阴霾, 似乎大帝都在为这位英勇忠臣的冤屈而挨他, 前来送于谦最后一程的京城百姓也都痛哭流涕, 为这位英雄的遭遇愤愤不平, 然而, 许有真仍不满足于夺取于谦的性命, 更企图毁掉其身后的名誉, 他派锦衣卫前去查抄于谦的家, 试图从中搜出些财宝, 以此进一步污蔑于谦, 可惜, 锦衣卫抄家后却发现, 尽管于谦乃兵不赏书, 但家中却如同寻常百姓, 家中值钱之物, 不过是朱祁玉以前送给他的蟒袍和宝剑, 见此情景, 锦衣卫也为自己的行径感到羞愧, 在联想到于谦冤死的结局, 不禁潸然泪下, 从于谦被捕到被杀, 进行的极为仓促, 以至于当身宫中的孙太后得知此事时, 于谦已经被处决, 孙太后得知消息后悲痛万分, 他永远不会忘记, 当初京城危在旦夕, 大明濒临覆灭, 当所有人都畏缩恐惧之时, 是于谦主动挺身而出, 扛起责任, 统领所有人成功保卫北京, 延续了大明的命述, 他也十分清楚于谦的为人, 他是当之无愧的大明忠臣, 短不可能做出谋反之事, 为此, 他悲愤的几天不吃不喝, 并责骂自己的儿子朱祁镇, 为何要这么做? 当然, 对孙太后而言, 他心里最清楚的是, 一切皆已无济于事, 于谦终究沦为了自己儿子重登皇位的政治牺牲品, 尽管历史给予了于谦一个悲剧性的结局, 但他的忠诚和英勇仍被后世传颂, 成为了一代中良之模范, 他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 在后世的评价中, 于谦被誉为明朝第一忠臣,